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如此窝囊的父子皇帝 为什么在大宋国内却无篡位之余 尤其是宋徽宗赵吉 这个书画家皇帝显然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 但竟高居皇位长达25年之久 皇帝的宝座犹如粘在屁股上一般 凭什么会如此牢靠和稳定呢 世人均赞北宋政治宽柔 不杀因言获罪的知识分子 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 宋朝是皇权最集中的朝代之一 在皇帝专权方面 比之后来废掉丞相的明朝 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朝的建制由中央到地方 完全实行议员体制的垂直管理 皇帝不仅只管军队 而且直接参与地方司法工作 伪力处理地方御宋 这一整套垂直管理使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首 由于宋朝皇帝的权力什么都管 北宋百姓丢了一头猪 都要找圣上解决查办 比如 以下一段正史记载 宋太宗时 有经机民 谋徽 积登 文古 宿家奴师母屯一 赵令次千前长旗职 意思就是 一位首都居民通过敲灯文古的方式 向皇帝控诉自己的家奴弄丢了一头母猪 宋太宗于是下令赐给他签钱作为补偿 丢猪直接向皇帝报案 这可能是中国百姓告预状的最高境界了 事无巨细 连丢母猪的事情都捅到皇帝这里来 经常处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难道皇帝不厌烦吗 说真的还真不烦 大宋的皇帝就喜欢这样 不仅不烦 反而觉得这是皇帝应该做的 宋太宗为此 还说过一句感动中国的话 似此细事稀疏于朕 意为听觉 大可笑也 然推此心已临天下 可以无冤免已 宋太宗这句话的意思是 这样的事情也找我这个皇帝来解决 似乎很可笑 但是如此一来 让天下百姓都知晓这样直接诉讼的渠道 就不会有不可解决的冤情欲结于民间了 宋太宗这句话听起来很动人 但是却掩盖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皇上什么都管了 臣子们手中没有一点实权 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这样的垂直管理愈发决定了 国家的前途皆由皇帝的素质所决定 如果皇帝贤明 就会催生好的大臣 譬如北宋前妻 太祖 太宗 仁宗 真宗 神宗手下 便产生了赵普 寇准 王安石等著名贤相 但若皇帝昏庸 大臣就不可能再生优良品种 大臣叫皇帝学好的缓冲空间荡然不存 因为大臣没有任何对皇帝反震慑的权力空间 在昏君登场后 北宋政坛的官员们只剩下一件事可做 那就是拍马屁 这是在皇权高度集中的宋庭 官员们唯一可以想象的发展空间 看看宋徽宗身边的权臣 从蔡京到高求 再到同贯 不是文化流氓 就是市井混混 再不就是身心残缺的废人 他们与其说是国家的古宫之臣 不如说是皇帝的玩伴和马仔 这等小人谋到国家大臣的位子 已是做梦都想不到了 哪里还有更大的野心 去追求九五之尊呢 宋徽宗在任25年 任命了12名宰相 从增部到王府 其中无一人堪称贤相 悉数文化流氓之嘴脸 他们的最高理想 是做个被主子提拔的奴才 这样的红人 最终只能拥有一个奴才的宿命 如菜经 皇帝主子一患就立刻失事 那么大的太师 竟斗不过乳秀未干的小儿宋钦宗 宋钦宗与宋徽宗的无能 对内对外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胆量 还是内外有别的 对外他们懦弱无能 但对内 他们无能却不懦弱 即便是宋钦宗这个儿皇帝 即位之后还大胆杀威 首先拿无用的菜经开刀祭齐 宋钦宗不顾太上皇宋徽宗的反对 贬菜经 发配领难 在菜经发配的一路之上 沿途商家百姓 不卖给菜经一粒粮 一滴油 一根菜 昔日皇帝第一红人 活活饿死在发配路上 菜经是宋徽宗的第一宠臣 但皇帝儿子稍微动了动小手指 就要了他的老命 可见 宋朝的宠臣处在什么位置 他们充其量是皇帝的宠物 所谓全臣的概念是有名无实的 他们除了陪主子玩些雅魂的游戏 还有就是在主子面前吹拉弹唱的表演 日宇陛下游从西戏 跟戏子般哄皇帝开心 博得皇帝欢心 当时武将中 北宋抗金双截宗泽和李刚 虽然德高望重 但在宋朝兵至书立院文职管军的格局里 宗泽和李刚在军中只是临时待办的角色 他们一则深受儒家洗礼不愿造反 二则相反也难以令三军一呼百应 就像后来的岳飞之难一样 诸仙镇大劫是四路军何为取得的 韩世忠 刘琦 张俊各领一路 岳家军只是其中之一 小朝廷皇帝一下指 四路军撤走了三路 只剩岳飞孤军 如果四路军全受岳飞节制 局面未必会像后来半途而废那个样子 但是打死宋朝皇帝 他们也不会给一个将领这种权力 所以 武将半废 文臣弄臣化 即成为宋庭常态 宋朝大臣在皇帝面前太低贱了 这些票友党和粉丝团 有时连主子也为他们脸红 正如宋徽宗所云 今世大夫方寡怜贤耻 其实 这帮马屁精当然有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 但皇权集中的一元体制和一锤到底的管理 才是最烈的催化剂 在一群群贱人的簇拥下 宋徽宗自然没有被篡位之忧 其实不难设想 如果没有外敌入侵 宋徽宗的皇位还可以继续坐下去 直到寿终正寝 儿子顺理交接班也没多大问题 可是 来自草原的外敌找麻烦 找到大宋王朝的头上 不担心内乱的宋朝皇帝 最担心最怕的就是遗敌的骚扰 这些遗敌才是宋朝皇帝的克星 不受垂直管理的遗敌 根本不惯着宋朝皇帝的无能 而只会利用其无能征服之 最后就导致了靖康之变的发生 让后来的世人叹息和痛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